因为那里有她最向往的光明和干净 如果有人已经被彻底染黑 还有机会回到光明吗 听到这话 许念念松了口气 看来她似乎说的话有用了 我说过只要向往光明 就一定能变得光明 许念念朝她露齿一笑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要回医院呢 再见 许念念冲她摆手再见 再见 叶天沉默地闭上了双眼 却在这时候 传了许念念惊恐的声音 你要干什么 叶天猛地睁开眼睛 只见前方三米处 许念念手中提着的餐盒 掉落在雪地上 热汤洒出 覆盖在白雪上 那一处的白雪渐渐融化 诺恒手中握着匕首 抵在许念念的脖梗处 逼着许念念一步一步地倒退 你在干什么 叶天冷喝一声 清冷的声音锐利而冷漠 诺恒冰冷的眼神看向许念念 之后又看向叶天 叶天正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 天 叶少天和金瑞阳 已经发现我和你的真实身份了 你确定让我放开她吗 还是说 你要感情用事 因为一个女人 放弃我们的计划吗 为了让你安全逃到国外 这个女人一定不能放 剑狱会为了她 放我们离开的 叶天眼神冷漠 却一言不发 过了两久才说道 放了她 我能带你安全逃出去 不可能 我要的是 你能安全出去 就算违背你的命令也不重要 天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不会跟你一样感情用事 这个女人 是威胁监狱的重要筹码 叶天几次三番 都没有对许念念下手 诺恒早就猜到 叶天对这个女人不一样 叶绍婷和靳瑞阳 都已经把他们最后的 窝居地找出来了 再不离开 就没有出路了 许念念看着他们 心底害怕 面上却十分冷静 听了这么多 许念念要是还不知道 叶天就是禁语之前 说的那个死对头 那就真的是傻子了 怪不得她说了那么多黑暗理论 原来她说的黑暗 是这种黑暗 眼下的情况 叶天似乎想放她离开 但是眼前用匕首贴在她脖子上的男人 并不愿意 冷静 她要想办法离开 你们想做什么 许念念装出十分害怕的模样 说话的声音在颤抖 企图迷惑他们 找机会逃跑 病房里 叶琴和靳南希 分别抱着大宝和小宝逗乐 金玉躺在病床上 往门口看了几次 念念咋还没回来啊 哟 靳玉啊 想媳妇了 靳南希调侃她 身为小姑 一点都没有长辈样 叶琴笑着摇了摇头 靳玉敏唇嗔了一声 小姑 你帮我去外面看看吧 念念说 她就在医院门口的餐馆 医院门口那么多餐馆 这小子啥时候 变得那么黏媳妇了 靳南希虽然觉得无语 却没有拒绝 恰好这时候 一只乖巧的大宝 突然哇的一声就哭了 哭声相当不安 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 她突然就扯开嗓子叫唤 还把抱着她的叶琴 给吓了一跳 这孩子怎么了 叶琴把她放到床上 看她是不是拉巴巴了 看了一下 尿片很干净 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呀 大宝的哭声 让靳玉心中的不安扩大 勉强撑起了身子 就要下床 靳南希眼尖 一把将她按回去 躺着 你干啥去啊 不要命了 伤那么重 你给我好好躺着 靳玉身上 有几处致命伤 其中有两处 就在心脏附近 靳南希经历了 她被推进手术室 九死一生的担忧 怕她再有任何意外 靳玉皱着眉头道 小姑 我去看看念念 念念去了好久 还没回来 我怕她会出事 靳南希一听 顿时无语地 翻了个白眼 哎呦 成了成了 小姑又没说不出去看 你好好歇着啊 我去帮你看看 这晴天白日的 能出什么事啊 大宝的哭声越来越大 并且越来越不安 小宝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谋底闪过一丝担忧 老皮牛和许念念心意相通 现在哭成这样 肯定是许念念出事了 可惜 她只能感觉到靳玉身上的事 感觉不到许念念身上的事